我現在在長沙皇去接客看漁月 因為今天是星期四 是漁月最後一天的開放日 還有它開了18樓 我們可以看看一些低層的景觀 可以看一看是否會面壁 對著學校又是怎樣 漁月就位於東京街二十八號 來過地鐵站相當近 大概一分鐘左右就可以回家了 整個建築物就一棟過了 整個... 不然就會全入 發展商很有信心會買得完 而且它賣法都比較特別 都有一些大手客和買一兩間的客人 大手客是兩組的 最早的A1組 它要買四到六間 A2組就要買一間三磅 再集其他單位 最後才買一間或者兩間的散客 我們叫做 買樓也有其事 我大部分客人 只要買一兩間 至於現在以我所知 如月收票量 應該有六千張 這組那邊有一個下四張票 你介紹一下 市場上有多少張水票 都希望我的客人好彩 抽到夠錢的位置 我們就到了 我們先看完所有一房的景觀 第一間F3 343呎 向北 樓景為主 Bing Bing 因為18樓沒有地面高 在對面這個家會 順著東京街也看到山 然後這裡就動日角 後面就有舊樓 如果直望就一定是面壁 整體來說OK 低層也能接受到 很漂亮 然後這裡就廚房 L型的廚房 桌面都OK 都漂亮 不錯 然後入門就有些鞋子 這東西就多了一元 浴室 好漂亮 有一個側窗 主人房 那你會看到這邊 這邊的山景都不差 下面就街 我們現在的高度就18樓 基本上是過了前面那一段矮少少 但是動日過這邊是過不了 我估計再高兩三層就應該過了 過了翌日過 又有一堆白色的東西 白色那一堆東西 我就沒有察覺在哪裏 但是低於18樓 或者16樓打下去 就一定是樓勁 這間一房就更偏東京街 越近東京街 其實景觀就越闊了 OK 其他就大同小異 有些線就在窗裡 其實怎樣都好 最起碼這邊 真的有個山景給你看看 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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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南的一房 景觀真的不差 都是看到海景 現在看看兩房向不緊處 夠寬 這個窗 看看公屋瑞峰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角窗望出去的景觀是很美的 如果兩房來說這隻應該是最美的 因為兩房的尺寸也是小的 這單位 470呎 這兩房沒有拍過 景觀挺漂亮的 18樓 還有外景 這個廁房 很漂亮 這個廁房 還有外景 還有外景 睡房 很美的 這個沒有了 這個 這個 這個做衣櫃位 這間兩房最主要的睡房 不是很方便 但擺位上也沒什麼問題 最後帶一看樓黃的三房圖 這個 是很方便 這個景觀 就是很方便 這個景觀 這個景觀 可以看到 這個景觀 可以看到 這個景觀 我可以看到 這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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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 這個景觀 這個景觀 全部單位看完 作為選樓市的補充 希望幫忙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這個景觀 旧